第十一題,11月26日感恩節 李安帶來用鋁箔紙包覆後 烤得香噴噴的烤火雞 文味帶來了暖暖的蒸叉燒包 家住陽明山上的紫棋 帶來悶燒罐悶煮的水煮蛋 新則帶來用金屬原柱滾動加熱的熱騰騰烤香腸 廣眾帶來香甜軟綿的雲朵厚片 大家一起聚在一起 享用餐點,歡聚的溫暖時光 關於蚊中各種食物的烹調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那麼選項A說 用鋁箔紙包覆食物 應該粗糙面朝內,光滑面朝外 我們教書的時候是說 我們的粗糙面比較容易吸收輻射熱 光滑面容易反射輻射熱 所以我們應該是粗糙面朝外來吸熱 光滑面朝內 不過有人做過實驗了 這個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麼選項B說呢 蒸叉燒包是水蒸氣 只能夠以傳導方式將熱傳給叉燒包 這個是不對的 水蒸氣是流體 它是可以用對流的方式來傳熱 那我們在蒸東西的時候 對流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導熱方式 所以選項B是錯的 選項C說呢 我們的悶燒罐是利用真空蟲在密閉環震狀態下 只能夠以輻射的方式使物體加熱熟化 這個是不對的 我們的悶燒罐是讓我們的熱不會傳出去 而能夠把熱包含在悶燒罐裡面 來讓我們的食物加熱熟化 而不是它只能夠以輻射方式讓食物加熱熟化 所以選項C是錯的 選項株說 關於是用金屬圓柱來烹調是利用金屬導熱塊的特性 這個是對的 那麼金屬導熱塊呢 所以我們才容易做出一個要香噴噴的烤香腸 那麼所以第11題問我們說 關於蚊中各種食物的烹調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關於是以金屬圓柱來烹調是利用金屬導熱塊的特性 明天見